台湾的电音三太子经常在这个庙会的活动上可以看到 不过电音哭瞳你可能就没有看过了 在南部有业者用电音三太子为基础 发明了这样的电音哭瞳 他们的工作并不是跳舞 而是会在丧礼上面来大哭 甚至会配合演出伤心的行动剧 亲友过世场合里出现了这尊人偶 哭得比谁都伤心 人偶一边爬进会场 一边拿毛巾擦眼泪 到最后干脆坐到地上哭不停 难过到受不了倒下来像昏倒 立刻赶快上前来帮忙做CPR 两尊演的好入戏看起来让人难过又好笑 严肃场合怎么出现这画面 原来他们是哭头 哭就是他们的工作 头圆圆大大长得像电音三太子 但却哭桑着一张脸 不但有大颗眼泪嘴巴向下弯 表情让人看了就伤心 舞步也和三太子不一样 三太子要用咬的 这个不能咬 就一直抖像哭这样 原来这是南部业者以电音三太子为发想 做出来的电音哭瞳 专门接令人伤心的场子 有了电音哭瞳 现在不管婚丧喜庆都看得到这圆圆大大的三太子人偶表演的情形了 藉股先许温南高雄报导